几万块钱加用二手SUV用起来满满灯灯不疲惫的 你是会选择这台几万来关系的未拍未被六准新车呢 还是你会选一台老骨棒的丰田的RV是荣放呢 评论区告诉我你会选谁 说句实话兄弟们 如果让我选这俩车我都不干 日系车的话我追求一下机械速度 我干一个二手的马自达CX-5 如果说想要一个底盘质感好操控带一点的 那我整一个二手的四个大的克里亚克也是满满灯灯 那是先管折呀 你如果说要整一个大排量的情况下宝贝哈兰达太老了 这玩整个3.5的老骨棒的还不如整一个1.516年的 凯拉克SRX满满灯灯 你如果说对于美系车排量大你怕费油 你也可以考虑考虑齐万来关前28T的安科威业 当年安科威上市的时候让我记忆深刻的一句话 敲关正虎 敲敲图关 阵阵硬虎 说实话兄弟们 现在新车的行情是天崩地裂 天都塌了 你如果说你能降个急 把车型往下降一降 说白了现在新车性价比高的有很多 纯油的卡罗拉瑞芳 风兰达 这玩纯纯大风田的 你想想这玩现在优惠完之后 落地价格10万冒头10万左右纯燃油的 我做一个二组车饭的 我现在都不太建议你买个家用代步SYUA干个新车 七八万都花了 宝贝加点的干个新车吧 虽然那导罩CVT开起来不板 但是你家用代步你要求别那么高 我能让你白给我点关注吗 每天给你们分享都是干货 都是满满灯灯的 新车和二车行情 点赞观众 祝你发财身体健康不劳而合 坐下 七成啊宝贝 明天不见不散 没事巴拉巴拉懂车地 看看二车车员行情 2024年买车便买贵了宝贝